大家好,欢迎收看react.js从入门到实战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讲一下react.js的这个用法 说说react.js呢,其实它也不是react.js的一个专有的功能 这个react.js是这个属于js的 然而这块呢,我们主要是来说一下这个react.js在这个react.js当中的使用 那么这会儿讲的时候呢,大概会讲这个三个点 有个是node.js,node.js这块我们主要是用它来这个写一个简单的读取数据的后台脚本 然后是这个react.js的ajax 这个主要是因为react.js对ajax已经封门的比较好 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呢,react.js和g.js是并没有这个互持关系的 是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在使用react.js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g.js 再一个是这个component的deadmont,这个是说这个使用react.js这个时候 主要是放在哪些这个时期来这个调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点一点来说,先来说这个node.js 这块内容呢,可能会暂时和这个react.js稍微有一点这个不一样 讲一点别的东西 这个文件夹到时候上传到这个课程里边呢,有一个这个server的单独文件夹 server里边放的是这个后台脚本要写的内容 那么在这块里边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文件 首先是这个node.model,这个是在你安装使用react.js的时候 装一些npm包,主要是把这个包就是安装在这个文件目录下边 然后是这个djson,这个是主要是用来存取数据的 我们暂时就写一个这个简单的json文件 然后来图写数据 package.json呢,主要是用来这个npm的这个包管理的 配置文件 然后是这个server.js是主要用来这个 监听门口 然后就是主要做这个脚本的主要应用这么一个东西 说到这我简单的说一下 node.js其实这个 它也是和genre script也是这个同一套语法 当然了这个也有些这个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使用 语法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使用的这个地方和函数上 会牵扯到一些这种后台操作的东西 但是呢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学这个js之后 还是要了解一点这个后端的知识 嗯,可能有些同学在这个上学的时候 学过这个C++ 包括这个加码 但是这个一般都学的不太深 而且这个 毕业之后也没有机会去继续去这个深入的学习后端知识 那么这个node.js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node.js它主要是这个用来写后台 而且也是用的js的语法 所以学习的时候 门槛会更低一点 然后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现在node.js已经这个使用的场景啊 什么的比较多了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也能这个对node.js 有一些基本的使用常识 如何使用 简单搭建一个服务器 以及这个读写文件啊 等等之类的这些操作 一定要调会一点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server.js 嗯 从因为语法上和js比较一样 其实在这个预录代码的时候 会这个便利性上会更加的这个简单一点 首先是这个connect connect module呢 这个是刚刚也提到了 node.js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 它也存在这种模块上开放 然后基本上把每一个模块呢 都当作一个包来管理 这点呢 做的是这个 比这个前端的这个js要好一点 那么connect呢 是它的一个模块 在使用的时候 require进来 另外再说一点 node.js 它采用的是这个cmd的方式 至于这个amd和cmd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可后再查一下 这块内容甚至都可以单独拎出来半个小时来讲 接下来就是几个简单的这种 fs是属于这个node.js内建的模块 然后定义了一个down号 然后fuse 键定这个链接 键定完这个链接之后呢 返回了一些这个 内部服务器操作 首先是这个要返回的东西 require data 这块我要说一下 一般这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实践吧 因为在多数地方都用到过 就是你在和后端这个 连条的时候 或者说在前期制定一些接口的时候 不妨来说 你每一个请求 每一个data的这个后台数据请求 让它可以返回回来一个这种格式的对象 一个node 一个data 一个message code呢 主要是用来写这个你的返回请求的状态值 通常来说零食正常 其他其他非正常的值呢 就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往后排 那么data呢 就是你要返回的这个主要的数据 包括这个如果是对象或者是其他的话 如果这个传记来办的方面要转成这个 需要转成jason班的话 有可能会报错 再一个是这个message 主要是用来 主要是用来做这个 比如说code不等于零 就是错误情况下 这种错误信息的提示 那么就比方说这个服务器内部错误化 读写数据错误啊等等 这些操作 就可以直接扔到这个message里面来做 然后这个 看这块 首先穿起来了一个 resdata resdata里面这个code 对零 然后是这个写入头部 写入头部呢 这个是让它jason格式来写 这个access control 这个是牵扯到这个跨域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前端你处理跨域的话 一般就那么几种办法 要么使用这个jsonp 要么使用这个iframe 要么使用这个phone表单来提交 到不同域 这个利用它的submate来 来来这个解决跨域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其实在后端也可以解决 就是你设置它的读写头 允许某些这个域名下边的这个文件 某些域名下边的请求 可以直接这个打到你这儿 这块呢是直接为了图简单 直接用个信号代替 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太提倡的 一般来说这个最好 你就把你使用到的某些域名 直接挂在这儿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readfileSync readfileSync 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数据的改变 两秒三点一段时间长 然后这个待会这个在我们看效果的时候 可以再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前台的东西 DomGender的一个test的组件 这个test的组件呢 看一下它怎么写的 getInitialState出始的时候 有一个name等于white pageMr.white 主要这个是这个前段时间在看的每句 Mr.white居民族室里边的这个主角的名 然后是这个componentDemount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讲 这个生平周期的时候知道 这个是在组件你挂到这个Dom树 Dom结构当中之后 然后才执行了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RenderRender的时候 它返回了一个简单的DIV里边 就是调用了state的name state的age 然后这个挂载之后呢 它去请求了这个828端口里边 getData 这个就是和我们刚刚看到的服务器 的这个端口是相对应的 这块监听的8281端口 同时这个监听的这个 getData这个链接 然后呢 这会儿其实少写了一下 突然发现漏了一个地方 那Stata的code 如果说 它读取数据错误 你就不要把这code标成0了 就改成一个别的值 固定了你就直接这个提示 错误消息 不然的话就这个拿到这个数据解析 然后设置它的state 这块为什么要bind的一个这个this呢 这个牵制到这个js里边当中的作用域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enx请求它默认的这个作用域 其实是这个全局的 你如果想要把它应用到这个本地作用域 因为你要使用这个setstate 如果用全局的话 也是找不到这个方法 所以在这儿做了一个这个bind的this的操作 实际上你如果用这个donald.jax 这种方式来信呢 它里边有这个是可以直接设置它的作用域呢 继续怎么设呢 大家去查一下这个gQuery的API就知道 这块就不再这个详细的说了 只要是知道你改变一下它的作用域就ok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gQuery g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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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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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两秒之后 它这个数据 这个有了更改 刚刚是请求CDN的时候 这个 请求文件太慢的关系 最后大家要注意 这个 我在这的时候是引用了这个9块 然后它可以使用的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块是因为它请求 这个文件手有点太慢 所以刚刚出现这个 加载过慢的情况 然后这块是需要有一点 有一个地方我需要单独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这块 主要是用了这个操作DOM结构 但是呢 你使用react.js 本身的作用就是为了 这个让DOM操作 消耗的时间更少 就相当于说 你把这个DOM操作这块 完全交付给这个react.js来做 所以你这会儿在使用的时候 使用这块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用它 再来操作这个原生DOM结构 但是react.js你要知道 除了这个DOM操作之外 它虽然是一个这个主要以操作DOM为主的一个框架 但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偏向于逻辑性能 RJX请求啊等等 甚至这种包括Promise的用法 这一类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在处理逻辑方面 有些比较好的风筝 所以这部分这个这部分的功能你还是可以使用的 而且这个只要是任何能给我们的这种开发带来便利性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提倡的 所以这会儿我要说一下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不要觉得有了这个几块 你就可以你就忍不住你的冲动任意操作的这个DOM结构 这会儿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刚刚也看到了就是两秒之后他做了这个操作 那么如果你去除之后呢 他可以直接来做 这个也都是OK的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C关掉把它重启一下 直接返回星球 这个数据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服务器里边定义的这个数据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用法 其实你在使用的时候还可以写的更完善一点 比如说这个你在初始化的时候 把这种iX情形的状态都记录下来 初始化的时候他是否正在加载当中 加载是否错误 加载数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样都可以 然后这会儿在渲染的时候呢 根据他是否在加载中等等 这些操作来这个做一些特殊的这个提示能让用户感知到你是在 请求后端数据并且是还没有返回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块一定要这个我们做前端的就是一定要考虑到一些给用户在体验上有一些这种优化 因为这些东西是他是不属于后端来这个主要考虑的 而我们的前端开发的时候是直接和用户打交道 所以有一些这个界面上的有效提示 但是主要的赶紧用户体验都是提倡的 为什么这么慢呢 我还不 ambassadors 现在来说吧 我现在这些字结束 这些字结束 开始的CDM 就把这个关掉了 这块课也是想把这个两秒先加回来暂时 loading两秒之后 然后文案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有这么一提示 就是很容易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家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说的一点是 这个 component的我也忘了 为什么这会儿加了这个 这个其实是更有好的一个提示 就是你在 是属于性能上的一个话 就是你如果在驾载过程当中 然后有一些其他操作 把这个组件给卸载掉了 然后这时候他在卸载之前 如果说你的请求很没有返回 他就直接把这个请求给about掉 这会儿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在XX返回的时候 看到这个about 可能觉得他是不是延伸的 这个channel HTTP request 其实他不是 他是一个gecar XHR 他也会把一些这个原生的方法暴露出来 但是他不是所有的方法都有的 嗯 这块也是回头直接查一下这个 嗯 这块的API就知道 查一块的API 然后看一下这个 他的iX请求返回的内容 是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你包括这个dollar点get dollar post 和dollar点这个iXX 他都是反复 他都是这个结果 都是一样的 反复都是一个 就query XHR 所以这块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 客户呢 我希望大家就是这块这部分呢 这块这部分呢 说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那个这块主要是 这节课主要是除了提到这个iXX前端的使用之外 就简单说了一点这个后端的not.js的使用 然后这个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家在学习前端的知识的同时呢 能对这个not.js有一些 嗯 哪怕有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尝试 这都是这都是对你的这个理解前后端的这种交互啊 什么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而且这个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这个connect 你查的时候可以 因为因为这个not.js用到的这种模块比较多 去网上 如果去找这个not.js使用模块 你先去找这个使用模块的话 可能会找到很多 常用模块啊 什么观光能搜查一堆 然后 能搜查一堆 然后那个 更别是部署的啊 什么的好用的模块 等等一大堆 然后这个使用的时候呢 有一个connect的模块 这块是我们以后如果再用到其他的可能会再提 然后这块就提到了一个connect 大家回头看一下 然后 嗯 课下呢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connect的模块 顺便能对not.js有些了解 再一个就是有一个客户作业 希望大家就是自己尝试写一个简单的not.js服务系读学数据 你可以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看过这一遍这个一个简单的复习脚本 它所有的这个not.js 因为它的语法和js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说你其实你只要知道哪些模块可以使用之后 你完全就可以自己来写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简单的一个粘贴复制代码 而是希望自己亲手亲自动手实践 来写一点这个读学数据的这种复习脚本 这样的话 嗯 就当作是一个not.js的入门的一个一个一个操作 因为这种复习操作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好 下节课来讲一下这个not.js的方式表单提交 以及这个表单的元素 以及这个视线代理系统 感谢观看